2019年,坦桑尼亚被他国欺骗得罪中国,经济损失极大,两年后哭诉后悔,中国自从建国之后,一直对非洲投入着极大的援助。 坦桑尼亚也是受益国家之一,可他们在获得好处后,竟然又反过来针对起中国。 在涉及某工程项目的时候,坦桑尼亚背信弃义,公开违背约定,甚至还硬气指责中国。 但只过了两年时间,该国又哭诉后悔,请求中国能够大度原谅。 两国未知争吵的工程项目是什么呢? 事发之后,坦桑尼亚为何会后悔?又是如何请求中国原谅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处于积极发展的状态中,但依然面对着很多困境。 曾经友好的苏联国家开始逐渐转变态度,对中国产生敌意并在外交上做出一定的限制。 而中美之间的恩怨依旧,在众多西方国家面前,中国同样面临着外交无法扩展的困境。 毫不客气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强大的朋友。 苏联和美国作为世界霸主,都在想办法针对中国进行制裁。 因为在国际外交上,中国十分缺少可以说话的朋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领导人另辟蹊径与发展困难的非洲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 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友谊也是从此时开始不断加深。 众所周知,非洲在当时的发展极其贫困,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饱受磨难。 而西方等诸多强大的国家,看到这些非洲小国都是带有嫌弃的眼神。 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强国,却十分愿意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 非洲各国的经济也在这种环境下飞速增长起来。 坦桑尼亚虽然是一个小国,却拥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该国总统尼雷尔想要发展好经济,便想到对外售卖矿产,赚取利益。 可是在当时,坦桑尼亚还面临着一个困境, 那就是没有办法将矿产对外运输,缺少铁路这种便捷的运输通道。 于是,坦桑尼亚总统又找到赞比亚,想要与其合作修建铁路, 从而带动两国内地矿产的运输售卖。 赞比亚也拥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该国也同样需要铁路将矿产运送到沿海地区, 再通过海陆售卖到世界各国。 合作伙伴虽然已经明确,但两国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没有钱去修建铁路,还需要寻求资金支持。 为了发展经济,两国总统只能去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 希望能够获得贷款,或者是某个国家的投资。 然而西方国家并不看好非洲国家的发展, 修建铁路的计划无法执行, 让两国总统都感到非常的为难。 正在此时,中国开始向非洲伸出友谊之手。 坦桑尼亚顺势而为,选择向中国球员, 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经济投资。 当时的中国也处在发展阶段, 国家内部存在诸多困难。 但是面对坦桑尼亚的球员, 中国还是派出专家进行考察, 并筹备坦赞铁路的建设计划。 就在中国准备在坦桑尼亚大兴土木的时候, 西方国家闻讯而至, 开始各种的劝说和引导, 想要破坏中国的外交战略计划。 比方说,拒绝过坦桑尼亚的英国便派出专家前去考察, 并提议要帮助该国修建铁路。 可是在考察一年之后, 英国又撤回专家, 放弃了修建计划。 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也是用诸多手段进行捣乱。 他们先是承诺, 愿意帮助坦桑尼亚建立道路并开始谈条件。 可到了最后, 西方全都没有实现承诺。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坦桑铁路的修建计划又被耽误很长时间。 那么, 中国又是如何帮助坦桑尼亚进行铁路修建工作的呢? 2019年, 英日蒙骗坦桑尼亚, 令其与中国产生矛盾。 两年后它悔不当初, 1968年间, 中国开始在坦桑尼亚境内进行勘察工作。 面对复杂的建设问题, 我国工程人员克服千难万险, 终于在1970年正式开始了建设工作。 坦桑尼亚缺少技术人员, 我国便派出工程人员支持。 该国缺少材料, 我们便从国内走海路进行运送。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 中国甚至牺牲了60多位建设人员, 其中还有20多岁, 本该有着大好未来的年轻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中国为了修建坦桑铁路付出的心血, 远不是经济价值就能简单概括的。 而坦桑铁路修建成功, 也让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外交关系, 发展到兄弟般的友谊。 甚至中国在恢复国际合法席位之时, 坦桑尼亚的领导人, 还特意穿着中山装, 用来庆祝这个喜悦的时日。 坦桑铁路于1975年完工, 在中国的帮助下, 坦桑尼亚成为东非地区 第一个拥有独立铁路的国家。 而这条铁路也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 更给坦桑尼亚提供了实际性的援助。 它不仅促进该国贸易的发展, 还带动了运输业和旅游业的繁荣。 不仅如此, 除去经济上的合作外, 中国与坦桑尼亚还进行过军事上的交流。 我国军方派出许多教练人员, 远赴非洲,培养该国军队进行训练。 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这番军事教导又无形中解决了坦桑尼亚的一个大麻烦。 因为在几年之后, 该国便发生了一场保卫战。 1978年间, 坦桑尼亚遭到邻国的突然入侵, 国家损失惨重, 无数平民甚至都遭到了恶意屠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 坦桑尼亚开始组织军队, 与入侵者发生交战。 因为该国军队受到过中国培训, 战斗力比以前显著增强。 而且在坦桑尼亚境内, 还有中国留下的许多军事武器。 凭借这些火力强大的装备, 该国彻底打响东非解放军之名。 两国的关系因为军事与经济上的合作不断加深, 坦桑尼亚也成为非洲地区与中国外交关系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在有着良好友谊基础的背景下, 坦桑尼亚多次受到中国的帮助。 该国的政治局势逐渐清明, 经济发展开始向好。 但是从世界宏观角度来说, 坦桑尼亚这个国家直至总统尼雷尔过世之后, 也并没有彻底富裕起来。 非洲的经济发展, 有着很多的天然条件限制。 虽然有着中国的帮助, 但坦桑尼亚依旧是很贫穷的国家, 只不过人民的生活要向好一些。 因此, 坦桑尼亚新任总统姆维尼上台之后, 依然将国家经济发展作为工作中的重点来看待。 而中国历经各种困难下的发展, 也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强国, 受到许多国家的敬佩。 2013年间, 在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 坦桑尼亚再度迎来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该国总统找到中国, 希望能再次进行工程合作, 建设海洋港口,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这个港口, 就是著名的巴加墨约港。 坦桑尼亚对港口的建设非常重视, 它希望能够凭借港口, 打造出繁荣的贸易区域, 将经济重心集中在该区域。 中坦两国便开始谈判, 细化港口建成前后的具体事宜。 毕竟中国的工作也是需要赚钱的, 坦桑尼亚同样需要付出一些回报才行。 因此, 在经历过多次协商后, 中国同意提供百亿元的经济支持, 为坦桑尼亚进行建设帮助。 作为条件, 则是该港口需要为中国提供99年的独立服务。 对于这些问题, 坦桑尼亚并没有什么意义。 两国本就有着良好的友谊基础, 中国也十分信任这个朋友。 可令人意外的是, 在建设计划进行之时, 坦桑尼亚竟然公开毁约, 还与中国大吵一架。 那么, 我国又是如何回应并解决这件事的呢? 2019年间, 坦桑尼亚与中国发生矛盾公开毁约, 两年后, 该国后悔万分。 2013年间, 美国新闻报道, 中国准备拿出100亿美元, 在坦桑尼亚境内, 最大的城市达雷斯萨拉姆建设一座巴加墨约港口, 这会显著提高该地区的贸易量, 增加该国向中国的贸易输入, 以及进口商品的采购, 并促使东非地区各国的贸易集中。 如果中国的建设计划成功, 巴加墨约港将会成为非洲地区最大的一个贸易港口, 这对中非有益的加深, 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厉害, 因此, 他们很不想看见巴加墨约港的建成, 并使出手段开始破坏建设计划的进行。 就在中国加紧脚步制定建设计划之时, 坦桑尼亚内部却突然出现问题。 而这一切, 也与该国的政治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2015年间, 马古福利成为该国的新总统, 他对中国的外交态度并没有往届总统那么友好。 关于巴加墨港的建设, 该国总统提出反对意见, 并对于相关的使用年限表达不满, 希望能够重新与中国进行谈判。 此消息公布之后, 中国上下都倍感震惊, 因为两国合作多年, 从未发生过如此敏感的矛盾。 而坦桑尼亚之所以有勇气拒绝中国的合作, 完全是因为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在背后捣鬼。 两国曾经派人与坦桑尼亚进行过沟通, 并对该国总统说, 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去建设港口, 还不需要99年那么长的使用期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 该国总统开始指责中国声称在项目进展的时候, 中国对坦桑尼亚并不尊重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除此之外, 该国认为中国在干涉他们的主权使用, 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 不具备诚信合作的基础条件。 对于这些刻意的抹黑言论, 中国也进行了公开的回应说, 我们一直按照合约规定形式, 提供了许多的人力物力, 以及资金级计划上的支持。 坦桑尼亚的指责是背信弃义的行为, 双方围绕巴加墨约港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许多对话。 最终, 在马股富力强制的干预下, 中国的援助计划被迫停止, 工程无法继续进行。 事发之后, 坦桑尼亚再度落入西方的陷阱, 工程于2019年正式停止, 一直到2021年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出现。 而巴加墨约港这宝贵的建设时间, 全部浪费在英国与日本的甜言蜜语上。 时间缓慢流逝, 坦桑尼亚不仅没有获得好处, 还产生许多经济损失。 非洲的许多国家都有着不太良好的信用基础。 中国愿意相信坦桑尼亚已经是看在历史有益的份上。 即使如此, 在坦桑尼亚公开违约之后, 中国也没有追究相关的赔偿责任, 而是将建设目标放到其他非洲国家的身上。 英国和日本给坦桑尼亚画下大饼, 却没有实现计划的能力。 最终倒霉受苦的, 还是这个东非小国自身。 因此, 在停工两年之后, 坦桑尼亚新总统哈桑上台, 并在2021年访问中国, 请求中国原谅, 希望能够重新启动停止的港口建设计划。 对于这种要求, 中国表现出大国风范, 并没有过度责备坦桑尼亚, 而是愿意继续相信他们, 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 中国与坦桑尼亚再度进行合作, 工程进展的同时, 许多细则协议也需要重新签订。 当初的百亿美元援助计划, 也在重新评估后有所增加。 对于这些要求, 坦桑尼亚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态度, 而中国之所以热衷于修建八家墨约港, 也是因为对自身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帮助。 总而言之, 中国不计前嫌重新启动建设计划, 八家墨约港口的建成时间, 自然也向后推移了一段时间。 目前为止, 该港口依旧在建设之中, 两国之间的合作还在继续。 不出意外的话, 预计2025年间, 八家墨约港口将会正式建成。 如今, 八家墨约港口的建设 已进入关键阶段, 两国政府及人民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这个宏伟项目的早日完工。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将在东非大地崛起, 建政中谈有意的世代传承, 造福两国及全球人民。